这也是淡水区皮岛里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去年6月开始与台湾在地安老推展协会合作 共同开办健康体势能、团康游戏和银法艺术家等特色课程 淡水区长屋中仁特别前往观赏学员的成果展 也希望其他里的长辈们可以多多参与关怀照顾据点的活动 充实银法生活 一群长者跟随着音乐一笔一字的慢慢写出了毛笔字 这是位在新北市淡水区背岛里的一处关怀据点 里长说从去年开始背岛里社区参加关怀据点计划 让社区的长辈能够来这边参与课程 透过专业单位的安排 期盼可以让长者在地乐活 对此就连高龄80多岁的长辈都每天报到 他们认为来这边不仅是可以学习 更可以让生活多才多姿 运动也吃好 每天都吃好 运动啊 还有吗 还有什么 运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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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点成立之后这些长辈们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能够来这边增加他们的生活乐趣 体验一些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事 比如画图 运动 桌游 而且可以跟其他长辈们一起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 而且我们这边的课程非常的丰富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课程 里长表示 北岛里社区照顾关怀西聚点 从去年六月开始与台湾在地安老推展协会共同办理 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有满满的特色课程 不仅是有健康体绪能 团康游戏 影法艺术家等等 都让长者有满满的生活能量 而站长表序每天与长者相处感觉就像照顾家人一样开心 而且各项学习的技能也越来越进步 各礼林的长辈都能到临近的光华剧点去参加这些课程活动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然后维持我们的健康体能 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些休闲手工艺或绘画的这些生活经验 然后也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 然后他们也都很开心 然后跟他们在这边工作 我真的是不是爱上班 是爱开心的 然后他们唱歌的技巧也越来越进步 绘画的技巧也越来越进步 然后最重要是他们都热在其中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不只是今天老师教的绘画的这些财神爷啊 这些包括这墙上的一些彩绘的作品 那这课程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 老人家来这边生活非常丰富 再来这课 老人家来这边也可以彼此交朋友 那生活更丰富 那希望说鼓励老人家长辈走出来 来参与祭典 那彼此照顾 那生活会更多彩多姿 对此淡雪区长日前更特别来到现场关心 看到长辈们所画的水牛图画 特别生动 另外还有风景图画 也让区长相当惊讶 区长表示 过去公所与地方礼办公室合作 来推广关怀据典 看到长者在过去七个多月 所展现的学习成果 也希望其他的里长者 也可以多多来参与关怀据典的活动 让生活更加充实丰富 记者许多恩